30年最强火山喷发会给世界带来哪些影响 人类对于火山的研究到哪一步了 中国火山研究领域发展如何 火山的研究对人类有什么益处 1月15号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的 红阿哈阿帕伊岛火山猛烈喷发 大量气体裹挟烟尘 形成了直径500公里的庞大蘑菇云 瞬间喷出的火山灰云 突破对流层顶 势头压过了在此处活动的热带气旋科迪 据气候模型网站估算 喷发高度至少25公里 这次剧烈的火山喷发景象震惊了全世界 被称为30年来规模最大的火山喷发 据了解 这次火山喷发对世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灾海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泛太平洋岩岸地区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培记等多国 受火山影响引发了越洋海啸 事发地汤家也面临着海啸 暴雨 洪水和强风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威胁 甚至多个地区还出现了海水倒灌 汤家王国政府 王治所在地的陆普阿洛法的主要街道被洪水淹没 大多数建筑物都在洪水和暴雨中被摧毁 汤家周围众多岛屿在此次火山喷发中沉没 太空卫星已经观测不到沉没岛屿 并且火山喷发造成了周围几十公里范围内海域 都漂浮着大量红褐色的浮石 这些浮石由火山熔岩和海水直接接触形成 造成了这一海域的航行困难和大量鱼类资源减少 更可怕的是 汤家此次的火山喷发很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 据相关火山专家称 红阿哈阿帕伊岛火山的爆发 很有可能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爆发 其中 日本的富士山与美国的黄石超级火山 正好与汤家火山成为三角定理 对此 韩国媒体也在最后发文表示 根据近日对于日本富士山的数据监测 其沿江活动能量增大 喷火口数量增加近六倍 这让日本民众十分恐慌 富士山离日本首都东京只相隔八十千米 周边还有近港县和山梨县两个县区 富士山山顶的火山口一共喷发过十八次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 虽然富士山已经休眠了三百多年 但一直被认为是处于随时可能喷发的状态 而位于美国怀俄明州的黄石超级火山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并仍处于活跃状态的超级火山 黄石超级火山历史中的三次大规模喷发 形成了如今黄石国家公园三个著名的宁徽岩景点 而之所以被称之为超级火山 是因为其在爆发时 可以瞬间喷发超过一千立方公里浮石和灰岩 也许光凭数字大家并没有什么概念 1833年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发 是超过三万六千人丧生 火山喷发使周围几十公里的植物和动物丧命 而超级火山喷发量是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的五十倍 一旦超级火山喷发则有可能改变整个行星的气候 而导致所有物种的灭绝 所以长久以来 人类一直在对火山进行深入的研究 众所周知 在人类在地球出现之前 征服地球的是另一种生物 恐龙 而对于恐龙的灭绝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科学依据 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 在2.45亿年前有火山活动引起的二叠际物种大灭绝 在这场灾难中 地球超过95%的物种完全灭绝 这不得不让人类对火山加以重视 目前地球上还存在很多火山 在历史过程中也记录了十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每一次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其中有史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是印尼的坦伯拉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喷射出1700亿吨岩浆 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爆炸威力的5万倍 导致7.1万人遇难 同时一直以来冰岛火山喷发似乎就没有停歇的迹象 再经过火山学专家的研究证明 冰岛火山产生的尘埃柱非常危险 从冰岛火山口不断喷发的火山灰一直在增加 喷出的灰尘和有害气体排放物 都是整个世界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 它们产生的严重后果足以动摇人类文明 从中兴市到更兴市的2000多万年的地质历史中 中国是个多火山国家 那时中国的火山喷发 尤其是东北地区并不压于日本 并且在近代中国火山活动也非常频繁 最了解东北地区是中国新生带火山最多的地区 共计有34个火山群 大大小小640余座火山 并有大面积的熔岩被 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地 大兴安岭和东北平原 以及辽松分水岭三区 这三个地区的火山群 具有活动范围广 强度高 喷发期数多 分布密度大等特点 对于中国火山领域的研究 中国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嘉玲院士 在面对访谈时就曾详细地介绍过 刘院士说道 为什么要研究火山 不仅仅是因为火山带给人类的自然灾害 也是因为火山对人类非常重要 地球形成的过程就跟火山的作用密切相关 火山在活动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资源 有火山的地方一般就有地热资源 地热能是一种无污染的星星能源 在现如今的医疗 旅游 农业 养殖业 工业 和发电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相关火山学家就曾对卡麦特火山区 进行过低热能的计算 那里有成千上万个天然蒸汽和热水喷口 平均每秒喷出的热水和蒸汽达2万立方米 一年内可从地球内部带出热量40万亿大卡 相当于600万吨煤炭的能量 中国西藏杨八戟也建立全国最大的地热食盐基地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 同时火山活动还会形成很多的矿产 像硫磺矿 玄武岩 自然铜和方解石 甚至大家熟知的钻石 其形成也与火山活动有关 这些矿产可以成为良好的建筑材料 也可以制成各种板材器具 其中玄武岩在熔炼后会形成柱石 这种材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坚硬耐磨 耐酸 耐碱 不导电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材料 刘院士还谈到研究火山除了在野外地质考察 更重要的是进行测试分析研究 比如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 要做构造结构研究 物质成分研究和形成年代测定 这些研究都需要大型仪器 并且这些仪器价格都非常贵 一台比较高级的年代测定仪器就是几百万美元 说到这里 刘院士有些遗憾地说 目前中国应用的比较先进的大型仪器 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仪器方面的技术比较成熟 甚至美国已经开始研究发明一种火山监测的机器人 可以将机器人安放在火山口里 这样可以更好地监测火山的喷发 并且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中国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但刘院士并没有过多的失望 相反非常坚定地说到 目前中国的研究手段和设备不比国外差 只是相对来讲 中国近一百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大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所以在这一领域投入的精力也就不够 如今的中国发展越来越快 经济实力也强大了 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具备了 不论是火山还是其他科学技术领域 只要重视加强了精力的投入 除成果是早晚的事 现在的中国不是做得到和做不到的问题 中国只是需要些时间 中国的未来将是不可估量的